有请师傅的时间 迎光目见到我们请了一位师傅上来 就是致荣居士 邵致荣师傅 大家好 我是邵致荣 师傅 我今集节目邀请到你上来 因为作为在香港的一个园学家 你涉及很多不同的业务范围 其中在园学或风水上 对于香港未来的命运预测 我是很想请教你的意见人 而在之前我和你一些对谈当中 我请教你的时候 我提及过明日大遇 也提及到其他一些不同的话题 但是明日大遇既然这么大 我们不如先用这个作为一个引子 去讲一讲究竟明日大遇和未来香港的命运 发展又有什么平衡呢 是 这个问题你们也是拿得很准的 在最近也是社会上很多的讨论 在明日大遇这个项目 大家有发表一个不同的意见 明日大遇在我们的看法来说 第一 我们作为一个玄学界 作为一个风水的要求 首先要求风水的刑局 然后是否离不离于将来的发展 第二件事也是在现时来说 香港作为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没有金融的支持 也很困难去运作一个社会 事关明日大遇这个项目 要动用一万亿 粗略估计 如果再有五千亿 或者一个雙倍的超支 跟你的时间 那香港是用什么去做这个基建呢 嗯 是吧 那我们又说回风水方面 明日大遇的项目 风水的切点 这个切点是交易州附近 是的 是的 交易州附近 我们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海湾 在这个这么大的海湾 而是离开了大遇山 也离开了港岛地域的时间 那中间是非常之空荡 可以这么说 嗯 所以你说 在风水的角度来说 你说那里是拿来 为了增加建屋的数目 而在那个位置 来作为一个居住的人口的新社区 这个是很大程度 都是不合风水的原则 哦 就是对于将来我们社群的健康发展 这个各个事业的发展 人口的健康 和谈性 都没有一个合格的条件 基本合格的条件都没有 嗯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说一件事 就是说 考虑性就是说 嗯 譬如这样说 在之前香港经历的这个金融工部 其实也是靠香港的储备去资产 是 是 如果说 如果你是一个 不是这么具价值的 而发展到一个这么大规模 那么 另外 还要赴上香港市民 这么多年积蓄的1万亿 或者是2万亿上去 嗯 作为一个代价 这个就是非常之 需要去考虑清楚 嗯 因为 现在来说 很多都围绕着填海的一个话题 是的 你说填海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呢 在香港来说 似乎 这个也是必须性的 嗯 是吧 必须性的 但是 你考虑一件事就是说 必须要符合到一个社区的运作 另外 另外 我们照看回以往我们对香港的研究 很多时候某一些项目 都是失据在选址 失据在决策 嗯 那里形成一个 对于我们将来 香港的一个发展 是非常之伤害性的 嗯 嗯 譬如说 譬如说 我在 记忆是一、二年的时间 是 我写了一篇 就是 名字叫做 百魂之劫的一篇短文 嗯 那何来百魂之劫呢 的来源就是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大露山的来龙 经 獅子山郊野公园 再上飞蛾山 嗯 再经 我们叫做 飞蛾山是作为一个龙楼的一个标志 再经大上托 而过里愿门 潜龙再起 不甲山 嗯 那就来到港岛 那所以这个大上托 就是现时的 我们叫做 安达神石炕墙这个位置 哦 是的 那当时 因为是 港英政府 或者 由物理律号时代开始 就有很多基建 建设了很多公屋 嗯 嗯 那需要到很多的建筑石鸟 那所以就选择在这个安达神这里的彩石 那但是呢 那这个 这样的定点呢 就忽略了 在香港 风水营局的一个 伤害性 嗯 嗯 那现在我们看回 安达神石炕墙 的 整片的 山坡 甚至乎 画得很深 就是我们叫做 说得不好听的就是 断了龙气 哦 那当然断了龙气的时间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失聚于 我们的 一些高层 一些上司 一些长辈 或者是家族性的一些支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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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间呢 在龙气伤了这个情况之下 呢 亦都形成了 在八运 以香港中环来立极的话呢 呢 八运呢 是近卦 就在我们的东北方 嗯 嗯 顾此言呢 我们在说 在链头上 就形成破局 嗯 嗯 嗯 形成这个破局 就令到 在政府的运作 管治 各样东西 就失聚了 嗯 很多时候就达不到 就是说 家旺 曼氏卿 或者你这个 行政的决策 是可以 造福到香港 香港政府 香港市民 香港社会 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引发到 香港的一个困境 现在 延续到现在 仍然都在努力 就是我们这个 对疫情的一个 对抗 嗯 那师傅 其实我觉得你也 都说得很详细 但是又 都很语大相关 说出了 其实这个明日大遇 对香港 如果真的发展的时候 无论在金钱 或者在风水上 其实都 有一个 不好的影响 是吧 那好了 同样地呢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本身 政府总部 那个格局 都是对香港的形势 或者发展 都是有问题的 是吗 没错 嗯 刚才说的是 安达神石钢墙的一个抉择 嗯 形成今天一个伤害性的表证 嗯 嗯 第二样的 我们也是看到 香港人也是历历在目的 嗯 嗯 新政府总部 如果说的是新政府总部 那个位置呢 嗯 以我们所理解 理论上 应该是早期的填海区 是的 是的 又说说风水的情况 填海区 在我们说的 那个龙气 所及的位置 是不到那个位置的 嗯 那就是我们叫做 利笼脱文 是的 所以 那些位置呢 只是 適宜一些 比较新的地段 去发展一些空间 去发展一些游乐设施 嗯 嗯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 就是 在新的政府总部 基本上是由曾蔭权时代 是的 就是这样的 开始扣施 亦自到是 这个选址 至到是这个 这个建成 是 是 所以 嗯 曾蔭权作为一个特首 到今时今日 我都不理解 为什么要锁住手 锁住脚尿 是 最后得到这个结果 嗯 那当然 也是 关乎到 有些 责日 各样东西 都关乎到的 是 但是重点呢 第一个是选址 嗯 嗯 旧的政府总部 以前俗话叫做 政府山 是 政府山在中环的山边的位置 是 是 那 因为那里可能是容积不够 也是地方比较旧 所以新建政府总部 是 是 好了 这个政府总部 选址错了 嗯 其实已经是离开了中环 是 离开了中环 嗯 嗯 第二个就是说 新的构思 叫做门常开 是 是 那这个门常开呢 变了 来说 我们叫做风水的格局 就叫做一个非常失败的建筑设计 哦 失败 是的 嗯 风水寄穿 嗯 嗯 那它门常开 就变成了 是形成一个穿堂的效果 嗯 是的 什么叫穿堂 那就是说 就是说 一支 一支飞剑 或者一支飞箭 就是 正中心臟的 叫做穿堂 是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是 不理想的一个设计 嗯 还有呢 就是 那就是 天顶 天顶 天顶也是开窗的 是 一个很开明的 那样 可能就是说 迎合一个 未来一个科技的世界 准备去接应外星人的进入 这个可能就是说 很多新科技的思维 都会参与它 但是呢 就在 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 中国人的一个理念来说 也都是 同时间也是 风水的理念 是的 那我们呢 叫做有瓦遮头 嗯 是吧 是的 有瓦遮头 才能成为家 是的 是的 所以 你在天顶上开窗 以前 在古舊的建筑学来说 我们的那个叫做天井 嗯 叫做立气 立水 是的 那天井下面呢 其实我们是一间 如果以四合院的一个设计来说 那是前堂 是的 是的 所以 这个位置 是不能作为一个居室 或者是办公 对人的一个思维的邏輯性 創新性 各样东西 周全性 也是不合理 嗯 是的 所以呢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建筑设计 已经是错了 是 第二个是选址 也是不合适的 嗯 OK 那好了 我经常都听到 就说 2024年 即是 距离现在 准备 还有三年 将会进入一个 叫做狗运 是 是 狗运 以我小弟 最卑微 贴近地底的玄学知识 就是说 对于东方的有利 这样 究竟这件事 对香港的运程 未来的影响又会是怎样呢 嗯 这个非常之重要 我们人生 最重要是吸取经验 在我们的过往里面 都经历了不少 香港 似乎大家都想说 够了够了 看看有没有重新起步 嗯 是的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 首先来说 首先 治了重伤 是吧 看看有什么方法 可以 把重病重伤 停下来 是吧 另外来说 就是说 大家都关心到 就说 好了 好了 就来狗运了 嗯 那狗运 又如何呢 是吧 当然 狗运 又有狗运的新世代出现 是的 是的 那么 在东方 刚才我们所说的 香港的一个来龙的龙器 嗯 嗯 经由吴铜山 再进入大帽山 是的 那么 由这个 是里渔门的东北 近卦 进入北架山 嗯 那么 东方来说 那么 要伸延到柴湾那边 嗯 那么 这个就是北架山的一个另一端 那么 那么 在中环立极的话 呢 北架山呢 依然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点 嗯 那么 在九运来说 呢 香港呢 仍然也是有一个竞争力 去维细香港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性 啊 经济的一个 啊 啊 这个呢 就是 无可厚非 也是 不需要说太过担心 嗯 不需要说太过担心 嗯 那么 换言之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香港的未来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呢 是在乎于政府的决策 嗯 和每一个影响民生影响经济的一个行为 嗯 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嗯 我们的政府总部 都出现了两个大的一个担忧点 一个是选择 一个是建筑设计 嗯 嗯 所以 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另外一件事了 就是说 如果是香港要进一步去配合到世界的科技性的发展 那么在九运来说 这个是一个时机性 嗯 这个是一个时机性 嗯 但是一件事呢 嗯 经历了前面二十年 那么 政府有做过科技员 嗯 有做过数码港 嗯 嗯 嗯 科技员呢 就 直正 无成 是 没错 是的 那数码港呢 就更甚 嗯 嗯 是吧 嗯 不要说数码看不到 嗯 那么 跌码的呢 就看到很多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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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说 政府的决策 没有了一个 我们 中国的角水 风水的一个 咨询或者是 支持的时间 嗯 其实 很多时候 是 大白杖出来 是很多人害怕的 嗯 嗯 是吧 嗯 嗯 所以 如果大家了解一下 就 数码港的故事 就已经 嗯 我也不想在这里 再说太多了 因为 都 有些负面 我也不想太多 嗯 吹述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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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其实呢 今集呢 我们的时间 差不多 是 或者如果说一些 香港的风水 和香港的命运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 真是有时间 要请教师傅多些 是的 这个是比较复杂 是的 我想下一集呢 我们再邀请师傅上来 好啊 好啊 是 找人了 多谢 OK 那好 下一集我们再见 邀智榮师傅 好 多谢大家 焦点视频 有请师傅的时间 那 螢光幕呢 照舊见到 邀智榮师傅 嘿 大家好 又见面了 好开心啊 今集呢 仍然是邀请到 师傅 智榮居士 上来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香港 风水的事情 上一集呢 我们呢 就回收了很多问题 是吧 由明日大嶼开始 说起 跟着也都说到 就是这个 政府总部 就是 在风水的格局上 或者设计上 其实都有些不足的地方 希望呢 我们 我们这个节目 可以给到 我们的香港人 或者我们的政府 知道多些的资讯 没错 正如 刚才所说 希望给到他们知道之余 呢 那不仅是 了解一些问题出来的 嗯 我们也希望呢 可以给到一些 建议方案 改善方法 没错 是 可以为香港人 做一些事情 好了 如果说到 例如说 香港的政府 总部 一些设计 或者风水的格局有问题 其实 请教教师傅 可以怎么改善呢 真的 是 这个问题呢 就是 关乎到全香港的福祉 嗯 这个 香港经历了 英国政府的一个管理时代 到现在 就交给香港人自己管理了 是 那 经历了 二十年 那 似乎 真的我们看不到 有些什么可以 即是说 可喜可和的出来 嗯 是 是 那很多人就说 说 香港边缘化 香港就已经是 失据了以前的一种 优胜的位置 是 那这个当然 世界潮流在哪 那 那我们必须要 適应潮流 迎合世界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必须要更加努力 啊 更加努力去建设 我们自己的 香港 这个东方明珠 这个家园 嗯 那 回来 回来 我们在上一集 已经是讨论过了 就是说 政府总部的 签止的选择 首先来说 这是一个 非常之具 考虑性的 或者是必要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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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次一步 才是说 如何去修正 或者是改建 政府总部的 结构 这个当然 这个 就是我们 只可以在这里 简单一点 去提出一个 一个框架的思维 去等一些 在职在位的政府官员 去考虑一下这个 在风水的角度来说 嗯 我们说 什么叫阳宅 什么叫阴宅 什么叫阴宅 是 我经常跟朋友 或者客人 是这样解释的 是 我们的家 就是我们的 作战指挥部 是 那 你的家 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子女 兄弟 嗯 所有的关系 都是来源于这个 作战指挥部 所做出的抉择 是 有利 无利 成功 或者失败 是 所以 等同于一件事 一个作战指挥部 必须要 放在一个非常之安稳有利 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嗯 所以 才出现了风水洋宅 或者是阴宅的选择的一个要求 是 好了 那我们之前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查一些历史的资料 香港岛 德库道 就是海边 嗯 天星码头 已经是 是吧 那里已经是海 是 是 所以 非常近的 那 如果是 以天星码头 舊码头 也是 就是 靠着德库道 嗯 是的 所以 再伸延到金钟 这边的 军营也好 这个 叫做 中信国际的总部 嗯 同时间都是在附近 都是正总的附近 那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有少少 跑核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刚才说 那里就是填海区 那在风水的格局来说 就叫做 是拟脱了一个墨 就是武器的 嗯 那如果你在那里做一个总部 那首先你借镜一下 中信发生了这些什么故事 嗯 是吧 是 那一间这么强的 国有的 大型机构 嗯 同时间抵免不到 金融风暴的 有劣 是 是不是 造成一个非常大 非常大 可以说是 连续讲三次都没有 是 是不是 重要事情讲三次 是的 有一次留给你 是 是的 那第一个 董子健的忍退 是 第二个集团的 选耗 金融海啸的伤害 是 听文话 嗯 幾乎是半个集团 不见了 那这个是不讲得笑 是 是 再回到我們的政總由曾蔭權揭幕 我記得當日有一位警官下來的 大家去上網看看資料是哪位警官下來的 我記得你可以看時間各樣東西 其實我們都有要求的 當然我不會說時間 我們叫做集吉 開幕集吉 這個是要求高的 也是最近市場上很多人都有興趣 匯豐銀行的獅子重新開綱的故事 講起匯豐銀行 也是一個非常有趣味 或者是大家都關心的故事 是不是 好了 獅子開綱 我看一看時間 我就打了個凸 對了 打了個凸 也有點震震地打了個凸 為什麼這樣做呢 很多朋友都說 人家有大師傅有高人指點 你放心 我又好像是 好像說得對 高人指點 人家幕後 很多行家都說 人家裏面做了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 時辰是配合局勢 我又覺得 大家如果這樣理解 可能安心一點 好了 問題是 幸好 我一直都沒有賣匯豐股票 是 是 好了 匯豐 在香港來說 是首位一支的大哥 是 是 普遍來說 我認識匯豐都不差幾 都150元一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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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今年沒有排息 情有可原 是 是 是 問題是 由 85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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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 我爺爺又沒有正落 一三五億給我去買匯豐 如果這樣就變了貢獻 是 所以這個 你說大不大問題 當然大問題 匯豐總部 也是匯豐的作戰指揮部 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 是 政總 就是香港的作戰指揮部 是 是 好了 匯豐 是因為97 而重建 也是關於一個建築建築的問題 匯豐 是 香港的一個 大家都這麼認同 就是龍穴所在 是不是 因為他賺了這麼多錢 發展得這麼輝煌 是不是 是 好了 問題出現了 重建之後 變成了我們叫做什麼 吊腳流 哦 是不是 吊腳流 用香港現時的 年輕人的說話 就說 堅離地 是 是不是 堅的意思是很厲害 是 強烈地離地 是 那麼 你在那裡 做戰指揮部 是不是 同時又有一個堅離地的設計 嗯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建築上面的失誤 或者嚴重的說是失敗 是 是不是 那為什麼由百五元 甚至乎一百七十幾 都有人買過 而到今時今日剩下四五十元 那麼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 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新聞 大家去了解了解 我們這個 暫時就不講匯豐了 嗯 好了 我們講 既然有一個建築設計上的風水的一個大弊端 政府總部如何去拯救 嗯 嗯 好了 回到最後 我們講 最好 就是將政府總部改變用途 嗯 另覓他為之 其他為之 就是搬掉它 是的 那搬掉它 不會傷大瓦的 因為你的建築園在這裡 你不需要拆掉它 是吧 你只是改變用途 是吧 譬如 譬如說 中環現在還有一個大會堂的位置 嗯 那相信來講 比對之下 仍然比它好 嗯 仍然也是比它好 當然 如果你說 要求我們去提供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 那我們再做功夫 是吧 因為很多時候政府有很多保育設施 這些所謂的保育設施就是 作用就沒有什麼作用 嗯 但是呢 霸佔了很多很珍貴的地段 是 是 是 很多很有利的位置 它又不用來利用 是 是 譬如 中環差館 是吧 之餘此類 是吧 甚至乎 搞笑一點的 上環一個公廁 現在都在保育中 嗯 真是儀兆大方 是 是 那香港人是不是需要這些文化知識呢 這些不是文化知識來的 是 這些不是文化知識來的 是 是 所以 應該好像赤柱的美尼大廈一樣 如果它有價值的話 你便搬去其他地方 是 是 是 美尼大廈搬去赤柱 你也作為一個旅遊的景點 有可觀之處 是吧 所以很多方法 不要經常說沒有地 香港是很多地 嗯 香港是很多地 是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有很多無謂的 一些保育性的東西 霸佔了 所以你說 是不是政府真的要開一個小組會議 去找香港的一些原學家 去給一些意見 ABCD 怎樣去選擇呢 是吧 那這個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希望在這裏提出 是吧 就是 下一任的 這個 都不知道哪位 是 可能都很快會轉 是 那這個就是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話題 嗯 因為你 香港人 得不到一個保障 是 得不到一個保障 那所以呢 首先呢 是有一定點的問題 嗯 那師傅 我想請客 好了 正種的一個 可能地點的轉換 就可以幫到一些發展 是 那其實整體 香港整體有很多發展 又 好像我們上一集說過 像阿明的大嶼 是 西面那邊 那邊 填海 是吧 很多一些想法 或者很多一些搞作 那其實 在整體 在香港的風水格局 來講 風水格局 有些什麼的 改變 有些什麼應該要做 有些什麼不應該做 是可以 改好香港呢 嗯 嗯 嗯 我們講的 建設性的事情 嗯 基本上呢 它是 傷害性很小的 嗯 傷害性很小的 嗯 嗯 之前我們提過 就是說 政府的決擇 定點的決擇 那當然 你選錯了一個位 去做一個政府總部 這個 帶出來的傷害 那這個就不小了 是 是 安達神 你拿石 在龍脊那裏去拿 破壞了龍氣 嗯 這個當然也是 不小 是 是不是 嗯 你選擇到 一個 不合 不合時宜的一個地方 去做一個 新興行業的一個數碼講 令到這麼多人在那裏 慣低了 嗯 是吧 包括了 都拿到我們的曾蔭權特首 被人連腳療都鎖了 我也不知道 是吧 是吧 這個 一個名嘴 做了一個電台 也是因為寫字樓在那裏 消失了 無影無蹤 是吧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選址的問題 嗯 但是除了這些選址之外 建設上的東西 基本上傷害性是很小的 嗯 傷害性很小的 嗯 譬如說 明日大雨 我們不是說不要填海 是 問題是你填海 你第一個作用是什麼 嗯 作用是什麼 是不是 那就是明日大雨 首先我在乎於一個很大的一個就業的考慮 是一個行業來的 嗯 譬如這麼說 我明日大雨斷了之後 我就是一個叫做旅遊娛樂的天堂 嗯 是不是 包括了飛機 是 包括了水上活動 包括了主題公園 是 包括了娛樂場所 是吧 由馬會去統籌 是 這個是行業主導 嗯 是吧 是 如果你是行業主導的時間 是將香港的經濟再擴容 是吧 是吧 而不是說你去那裏 山卡拉 誰去住 是 是 記憶之中 在東涌 有一個政府的屋苑 建了那裏 二十多年 沒有人在那裏住 嗯 這些 這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 是 大家去那裏 不是說政府 出糧給你去那裏 看著那裏 嗯 是吧 是 大家搬去那裏住 你要交通費 要就業 要生活設施 要醫療 要學校 是這樣的 是 所以 你作為一個 娛樂天堂 是吧 度假勝地 是吧 把馬會作為一個 主辦中心 是 可以借鏡一下澳門的模式 以會員制 遊客身份 可以進入去 嗯 嗯 買大小 是吧 玩百家樂 嗯 這個是局部性 是管制性地 是 是 所以這個 變成了 你是不是為了香港的一個 就業機會 提供一個方向 嗯 然後你才有價值 是 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萬億 一萬五千億 嗯 是吧 香港政府 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先拿下你的 預算 是 之後再超支 是吧 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做法 是 是 所以這件事 聽到他 是令人無骨悚然的 嗯 一萬億 搞到最後是二萬億 嗯 是吧 那變成 你是不是叫爺爺付錢 你做呢 是 還是國際上去發債呢 是吧 那變成了香港有錢人 變成了一些 負債 嗯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選子的作用是什麼 是 是 所以 所以香港沿海除了維多利亞港 你要保持它的原作 是吧 嗯 一頭一尾 西邊的吸水門 東邊的東龍島 是 這些呢 它是原始的結局來的 基本上來說 這些呢 你是無需要動它 是 是吧 就是這個港島 維多利亞港 港灣的結構來的 嗯 但是除了這些呢 很多地方都可以填海的 嗯 是吧 現在我們講的鐵路 完善的 嗯 鐵路完善的 上去到上水羅湖 是 是 我們有大部分的河套區可以利用 是 那河套區對香港的風水的結構影響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出現 是吧 是吧 然後 我們再回頭來講 沙田 是吧 馬尿水 是吧 是 大埔灣工業區 是吧 是吧 那些海藏是比較淺的 是 而且是近內陸的 那個運作 那個工程的運作 成本非常之低的 是吧 所以很多事情來講 在一些選擇的時間 你必須要去減低 你在橋路 接駁交通 所投入的一種巨大的 傷害性的損耗 嗯 是吧 是 那大家所 你會看看現在 你 鐵路伸延到 嗯 是吧 嗯 馬安山 西貢 西貢 是 全部那個網絡 很容易就結構到的 嗯 那這些 才是我們要去最快捷 和最寫意的生活圈子 嗯 是吧 是 那你說現在好像我們去到西鐵 西鐵到了元朗的時間 那元朗那方面又有西鐵發展 嗯 是吧 所以這個你必須要借助你現有的條件 是吧 然後 然後 我們剛才所說的 馬尿水 馬安山 船灣 一個三角的交流 然後 就已經解決了很多很多名人大餘的問題 嗯 這個我是假設 因為我不是專家 是 我不是專家 因為我們是在考慮 在同時 香港的社會發展 同時間 我們要顧及到 在風水的結構 對香港的 保益 嗯 有沒有一個 我 建築 是 師傅你見笑 你絕對是專家 只是 只是在 運輸 那方面 你不是專家 但是你是玄學那方面的專家 啊 我一直都是在 玄學 這個角度 沒錯 就去講這件事 沒錯 那好了 那我又想請教一下 既然 也有很多一些範圍上面 你給了一些建議 可能未必三時 立刻 可以改善到的 但是 我覺得 可能例如 現時我們看這個節目的觀眾 或者網友 其實 他們有一些人是自己做生意的 是 或者他們可能 可能接下來都是在思索 他們將來的去路 是 那九運就是張志 是吧 那其實有沒有一些行業 是有利的 他們可以微與籌謀 去 有一個好的發展 同時都可以 改善到香港經濟 如果大家都沒有飯吃的時候 香港不會好 是吧 沒錯 嗯 主持人 你這句說話 就點到提的重點 重點 重點 重中之重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 香港很多人 很多人 不夠住 嗯 香港不是說很多人 不夠住 你首先要 香港要找到食 才可以 嗯 找不到食 每個人都走了 是不是 我們現在都聽到很多 又說去英國 又說去美國 又說去法國 或者澳洲 知而處女 當然 人國有志 這是由大家自己的一個因素去考慮 是吧 但是一件事很重要的 年輕一輩 他關心的是什麼呢 首先關心的是就業 生活 是 是不是 你沒有就業沒有生活 你怎麼住 你住在那裡做什麼 是不是 不是老人院 老人院 如果老人院在那裡住 就是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養老 是不是 所以我們關心的是就業 嗯 是不是 剛才主持人 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 哪個行業比較好 是不是 首先我們說 軟學上面 所謂九雲 九雲 屬南方的火 嗯 嚴相隔 是不是 要進取 要思維 嗯 那麼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現在 未到九雲 風已經吹到了 是 我們經常聽到的五支 又說六支 是 這個就是九雲的代表者 嗯 所以 之後的在電子傳媒 電子產品 嗯 電子家居 電子科技 嗯 或者電子交通 電子產 這個產業 是不是 我們現在所知道 很多大元的公司都已經是什麼 機械人生產 是 這個就是電子 是 這個就是科技 嗯 所以九雲來說 注重在 就是電子產品 是 是 屬於電 屬於火 屬於高深思維 是 是 高級的教育 嗯 在教學上面 是 在思維上面 是 思維是包括了人的一個 道德品格 嗯 各樣東西都要配合到才行 不是說 只是 到時我們做了機械人出來 它都會有病毒的 哈哈 所以這個就是會影響的 嗯 所以 在 這個 九雲的來臨的時間 必須要 我們是要去 逐步逐步 是要去關心 我們的行業的轉型 嗯 以及生活的轉型 學習的轉型 交流的轉型 來下去 都是在電腦產品 電子科技那裡 是作為一個主導的 是 所以要支援了這個 這樣的社會氣氛的時間 就變成一定要全民 再教育 再學習 嗯 所以 在 未來的 不久的將來 我們相信 像現在香港很多的大廈維修 是 道路的建設 交通的建設 都是加入了很多的電子元素 是 高科技的 是 所以在未來十年 我和你的家 可能都是在電話裡 嘟嘟嘟嘟 嗯 是 是 那便會管理整個房子的所有設施 嗯 所以 你說這個空間大不大呢 非常之大 是 非常之大 嗯 所以我們現在要 去融入這個 產業圈 去融入這個 經濟模式 或者是生活模式的時間 嗯 我們必須要怎麼說呢 就是做好準備 嗯 是 尤其現在我們的 學校 嗯 大學 是不是 專上學院 你要很快 你要去做這些 含接的教育 嗯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的大學生出來 這樣 就是怎樣 都是 都是 電子東西 不過是賣電話卡 嗯 是不是 賣上網 上網 是不是 我見到我很心痛 嗯 嗯 有些就很投心我們所謂的金融界 買保險 是 但是這個很局限的 嗯 就是 年輕人他們的志向很高 他們不 不 不分於 去停留在那種環境那裡 就是 政府要去提供一些機會 嗯 提供一些 可以含接到 上層 進步 提升自我的財富空間 是吧 事空間的一些渠道 嗯 嗯 這個就是說 需要大家同時去思維 嗯 是不是 OK 今集我真的相當之興奮 可以聽到師傅 這麼好的一些分享 當然啦 你是得益者來的 是呀 我得益者來的 都在聽聽 恭喜 是的 也都很希望 就是 我們 即是 也都會盡到一個媒體的責任 是吧 可以令到我們 現在香港的政府 或者我們香港的人 都可以 收到 從不同的 學術 思維 上面都可以收到 多一些的資訊 是的 希望 往後也都有機會 可以請到 趙寧居士 趙寧師傅上來 是 多謝 大家再參場 嗯 OK 好 希望往後再見到師傅 多謝 大家再見 拜拜